两年一度的世界原住民族广电联盟大会 3月11日在纽西兰奥克兰盛大展开 这场会议是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原住民族 媒体影视从业人员 以及内容创作者还有各领域的专家 要来分享他们的知识 激发更多讨论 而最重要的是用原住民族的观点和方式 说自己的故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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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年以毛利传统乐舞为大会揭开序幕 为期两天的世界原民广电联盟大会 以主题演讲 创新讲座 论坛对话三大形式 激发与会者进行更多元广泛的讨论 其中更聚焦在全球原民媒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我们有同样的历史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不同 这届大会由毛利电视台Bagatamoli主办 讲者阵容坚强 有来自加拿大 挪威 纽西兰 澳洲 台湾 等影视媒体界的文化指标人物 全球知名的毛利组演员 Cliff Curtis也在大会中分享 如何在媒体产业中坚守文化精神 掌握原民叙事主权 从传统媒体走向转型 势必有许多挑战 不会也有讲者提到现有的困境或许可以成为转机 藉由这次大会串联 国际人民媒体如何凝聚彼此 提升未来合作可能性 也将决定原民媒体在全球的定位跟影响力 原视新闻拉脑布拉鲁亚 岛寿 纽西兰奥克兰采访报导